如果不讲经 就会懈怠 不想再深入了 不想再看经 每一天都一见君 给佛菩萨听听 好像应付应付故事一样 就完了 这样人就退转了 头脑老化了 越来越迟钝了 上了年岁 记性没有了 猜想到事情 马上就忘掉了 那是什么 老弟和他不用脑筋了 他什么都不想了 这老化了 可是真正修佛的人 头脑清楚 灵敏忠实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为什么 他天天念佛 天天念经 念经念佛 保持脑 不退化 不迟钝 你不用他 他就老化 你要用他 天天用他 不停地去用他 他就不会 修佛的人 修佛的人 年岁大了 拜佛 拜佛是最好的运动 心里面念佛 身体在拜佛 拜佛的时候 不要念出神音 念出神音上气 上身体 拜佛的时候 默念 或者耳听佛号 现在用念佛机 我专心听佛号 拜佛 这个对身体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人 年岁虽然大了 不容易老化 就怕你不用他了 老了不用他了 那个麻烦就很大